2022年6月7日,苹果在WWDC发布会上发布了自己的M2处理器 相比M1处理器的那次发布会来说,M2的影响要小得多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M2的应用和介绍中看出苹果公司的产品思路和半导体行业的突破方向 这期科技参考我就来为你解读一下 首先咱们来看看处理器的规格和规格背后的含义 苹果介绍说,M2采用了第二代5纳米工艺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其实是说,与M1相比,半导体工艺的提升很小 因为M1采用的是第一代5纳米工艺 当然,这两代都是台积电代工的 具体来说,M2是从台积电的N5工艺升级到了N5P工艺了 台积电给出的参考是,在相同的功耗下 第二代比第一代性能强5% 这种提升算大还是算小呢 如果放在2012年之前,设计功耗相同的情况下 下一代提升25%到50%的性能,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即便在后来性能挤牙膏的年代 下一代比上一代性能提升10% 也是一个挤牙膏的及格门槛 那比这个提升再小实在是不好意思当作下一代产品来发布了 但是,苹果这次确实从M1升级到M2这种大升级 那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M2处理器的第二个规格了 就是M2的晶体管数量是200亿 而M1的晶体管数量是160亿 数量上能提升了25% 在叠加工艺上的5%的提升 综合起来,性能就比M1提升了18% 所以算作第二代还勉强说得过去 新增加的这40亿个晶体管都增加在哪儿了呢? 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图形核心从8个增加到了10个 内存从16GB升级到24GB 因此M2实际上是扩大版本的M1 苹果的发布会上还提到了 M2和最新的其他品牌的10核心的CPU相比 在15瓦功耗下性能是对方的1.9倍 如果从峰值性能来对比呢 那个10核的CPU功耗在30瓦的时候释放的性能 对M2来说只需要不到8瓦就能实现了 这句话初听起来啊 好像是说M2的优势已经炸裂了 但其实背后的含义是 这些优势主要源于M1那一代的提升 M2相比M1来说只有微小的改进 也就是由那5%的工艺改进带来的提升 至于为什么前一代处理器M1 能在能耗表现上那么出色 你可以看看这季科技参考第73期的内容 简单来说 M系列处理器不计成本的堆了豪华的规格 从而获得了超级的性能 并且在指令翻译过程中 利用格式统一的优点 节省了大量能耗 发布会上还提到图形性能的时候说 提升了25% 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对应硬件规格呀 单个核心设计是不变的 而核心数量呢 从8增加到了10 你看正好是25%的提升幅度 所以这部分性能提升 全部来自于堆调 而另外的部分 像神经引擎的数量 M1跟M2都是16个核心 但M2的速度快了40% 这方面是提升比较大的 很可能与频率的提升有关 所以把发布会上的宣传口号 背后的实质解读出来 咱们就知道 别看产品代系是从M1升到M2了 但实际在性能上升级不大 只能说是过度性质的 M2的性能啊 甚至还远不如M1 Pro M1 Max和M1 Ultra呢 尽管目前还没有真实的测试 但是我们大致可以用这几个芯片 容纳的晶体管的数量来衡量一下 M1是160亿 M2是200亿 M1 Pro是337亿 M1 Max是570亿 M1 Ultra是1140亿 所以今天苹果的产品线中 也只有MacBook Air的性能有所提升 因为处理器从M1换到了M2嘛 性能当然有所提升 其他型号的产品性能 当前依然比配备了M2处理器的笔记本更好 对于从来没有买过苹果本的人来说 如果追求轻薄跟长续航 那么当前最新款的MacBook Air 就可以把这两项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已经购买了上一代M1处理器的 苹果用户来说 M2是不值得升级的 介绍完基本状况和背后的真实含义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苹果的发展方向 发布会上还透露说 M2的进阶款 也就是M2 Pro M2 Max 会在之后量产 而且工艺会提升到3纳米 在台积电的介绍中 3纳米对应的工艺名称是N3 它在同功耗下的性能 比M2这个N5P要提升10%到15% 那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是比较可观的提升了 不过当我们以英特尔或者以AMD用户角度去看M2 就会觉得这个M2新品实在是不伦不类呀 因为从M1到M2怎么说都是大版本号的换代 应该对应大幅的提升才对 现在规划成了第一款不提升 剩下的进阶版提升 这太混乱了吧 但这只是从英特尔或者AMD用户的角度看过去的 从苹果的视角来看 其实没有任何问题 原因就在于 苹果卖的是成品笔记本 平板 手机 苹果从来不单卖CPU 所以它根本不在乎 从CPU的角度来看 产品是否整齐划一 比如我们从来不记得 苹果处理器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因为苹果压根就不强调这一点 比如说M2都已经开了发布会了 但是现在就没有人知道 这个处理器的频率到底是多少 而对于卖CPU的厂价来说 频率可是最重要的参数了 这个逻辑呢 也一样适用于解释 苹果的CPU为什么能耗比那么出色 它在同样的性能下 功耗往往比同时代的英特尔 跟AMD的顶尖处理器 低70%以上 原因就是 苹果堆了太豪华的料在CPU里面 这么高成本的CPU如果单卖的话 正常价格一颗就要上千美元 很少有人买得起 但正因为苹果卖的是整机 而且整机的价格还很不便宜 所以就能给CPU留出更多的预算 设计的豪华一些 其次呢 我们也不用继续期待 苹果的M系列处理器 将会有飞跃式的提升 这种飞跃式的提升 只可能出现在苹果产品的处理器 换品牌的时候 这种巨大的提升 在苹果公司的历史上 也只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4年 苹果在那一年 抛弃了摩托罗拉处理器 换成了IBM的PowerPC系列处理器 第二次呢 是2006年 苹果抛弃了IBM 换用了英特尔的酷睿系列处理器 第三次就是2020年 苹果抛弃了英特尔 换用了自家研发的处理器 每次大跳变 在能耗比上都有2到4倍的提升 而今后的M2 M3 M4 相比前一代的提升呢 大约啊 都会跟这次是比较类似的 成品状态下 最多提升个25% 而且很有可能下一次 大的性能跃升 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 因为当前的处理器 是苹果根据自身需求 高度定制化的 也就是说 其他厂商已经全都不能满足 苹果的要求了 而自研的处理器 从2020年量产之后 就马上应用到了苹果几乎全部的主力产品中 一旦有哪些品牌的处理器 可以在功耗比上大幅的超越苹果 那说明什么呢 那就说明 苹果全线的主力产品都失败了 这个呢 也将会导致苹果的彻底失败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 起码在苹果的有生之年 处理器的提升 在今后会一直保持稳步的小幅提升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从苹果M2看到的半导体行业的突破 其中一个要点就是 工艺的改进对性能的提升作用 变得越来越小 在2012年之前的50多年里 整个行业基本可以维持 每18个月晶体管密度提升100% 这样的速度 这就是摩尔定律啊 而2020年之后呢 能达到每18个月提升30% 就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 而且这个提升速度今后还会越来越慢 留给传统材料的半导体 在工艺上可改进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就以台积电自家规格来说 从2020年末量产5纳米 到2022年末量产3纳米 24个月里晶体管密度 从1.73亿每平方毫米 提升到2.9亿每平方毫米 这相当于呢 每18个月提升29% 而摩尔定律说的是 每18个月提升100% 按台积电今后的规划 2纳米会在2025年末量产 那相比于3纳米的2022年末 正好又是36个月 而2纳米的晶体管密度 是4.9亿个每平方毫米 从3纳米升级到2纳米的速度 相当于每18个月提升34% 你看这34% 好像要比从5纳米进化到3纳米 那个29% 速度快了一定点 但实际上 因为这只是它的规划 只有万事顺利 才能赶上这个速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从2020年到2025年的 所谓摩尔定律 不是每18个月提升100%了 而是降到了每18个月提升30% 而且大家别忘了 这还是全球半导体工艺水准 最好的台积电的水平 三星啊 英特尔的速度 那还不如这个呢 在这个态势下 台积电将是全球顶级半导体厂商 争抢的对象 目前看台积电的客户里 实力最强 需求量最大的依然是苹果 如果有哪个厂商 可以抢下台积电剩余的产能 那么与它曾经的对手相比 它就将拥有领先一代产品的 时间上的优势了 半导体行业飞跃式的突破 只有在换用其他材料 做处理器的开关管之后 才能发生 两个小�件 对手理晴利 对手的推断 对手的推断 试炼